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类当作人类的普遍的标准来加以接受 人类的标准现在有了一种跨国界的科学的标准 它不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来加以衡量的 树立起这样一种人类的国际的标准 目的呢不在于压抑什么人 而是要全球的人们在一种共同的标准下得到幸福 由一个民族压迫其他民族而使自己成为优胜的知识做法 现在已经被一种国际化的双赢的机制所取代 人类的幸福作为一种衡量进步的一个很大的单位 要求人们来跨越自己的国界 在全球的范围内来制定标准来思考问题 在方法论上 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不了解的东西你怎么会尊重呢 那种自以为师的做法 除显得可笑之外 就别无他物 全球文化的基础 正是建立在对不同文化传统的充分承认和尊重的基础上的 假如离开了这一条 除了乐中于自己的文化之外 必然会对其他民族文化漠不关心 并且很不尊重 这下就显然违背了实行全球化的开放原则 和实现全球化所需要的社会机制 在全球文化的传播方面 要看到现代传播媒介的重要作用 假如计算就网络和全球交通没有把世界连成一片 那么人们对于自己以外的文化确实会很难理解 此外 无知本身也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 因而教育就成为全球文化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按照世界标准来进行教育 可以帮助人们摆脱狭隘的地方主义 教育承担着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任务 是一种沟通人类的语言和思想的桥梁 我们比如说在这里讲世界文化史的课 或者讲文艺复兴的课 我们既要有这些特点 但也要有一种普适的观念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讲的世界文化史 文艺复兴史 它不能和其他国家讲的西方文化史 或者文艺复兴史 在基本的内容方面有太大的差异 它必须给人一些必要的知识 同时你也必须有自己的鲜明的特色 假如你讲的东西和人家完全是两个东西 那是没法进行交流的 同样假如你这东西不优秀 你讲的课没有这些特点 那人家也不会和你交流的 所以引起文化传播 引起文化交流的原则 还是两个 一个是发展出你的优秀性 一个是你的东西具有特色 因而和其他的东西 形成了一种复古性 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衡量 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 我相信道理是一样的 假如我们这样来看问题的话 那么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 其实正在实现 如果要把世界秩序定位在某个文明上 那就无法避免以某种文明 为一种标准来勾建世界秩序的做法 但是这是不对的 因为真正的世界秩序 并不是建立在单个的文明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因此现代化的过程 也就与所谓的东方化西方化无关 而只同科学化优秀性有关 人们在重新奠定自己文明基础 和考虑世界新秩序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问题 并不是西方还是东方 而是如何确立科学的标准 和如何选择和吸收 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成果 只有根据客观的科学标准 而不是根据某种特定的文化传统 或地域概念来建立世界秩序 那样建立出来的文化 才是有可能被接受的 因此我们需要对各种文明的发展的独特性进行理解 首先传统的文明转化是一种纵向的演化 而不是一种横向的演化 但是现在的全球文化 却又是一种横向的影响 横向的演化 所以正好产生一种复古性 在以往 由于各国各国之间的孤独的发展 它主要是历史的发展 是一种纵向的积累性的演化 但现在由于世界已经连成一片 网络又提供了手段 那么文化和文化之间的横向的联系增进 互相的影响加增 这就产生了横向的网络联系 因此在对单纯的纵向的历史发展来看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在当今世界里 文明的演进是一种横向的趋同化 和纵向的独特性发展的互动 你自己一直在自己的文明里面积累发展 你往往很容易发展出你的独特性 但是横向的发展呢 却容易导致一种横向的趋同化 一致化 标准化 那么这两者 你的自己的独特性 和你横向的联系的趋同性 正好形成复古 互动 那么作为一种进步来看呢 文明演化的速度呢 当然因此而得到明显的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 全球化出尽了一种文明 转变为现代文明 并非没有可能 有的东西你不是从自己那里来的 从别的地方引进的 它加速了你的现代化过程 这种横向的影响和纵向的发展 尽管形式不同 基本的原理却是相通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纵向的发展和去动和横向的 去动化的发展 目的是一个 就是提升自己的国力 就是发展自己的文明 就是科学化 就是现代化 所以呢 这两个发展自己的特点 和从横向引进其他的先进文明 目的是一个 因此不仅不应该矛盾 而且更可以提速 你一个民族的发展 我们以为啊 如果要进行全球文化的研究 还要注意以下那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全球文化的定义 什么是全球文化 包括分析文化的全球化的取势 和全球文化这两个不同的理念 这就是比 涉及到探讨跨区域的文化概念 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以及什么是全球文化 以及全球文化传播的途径 和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征 等主作的内容 所以全球文化这个事情 看起来是一句话 说起来够复杂的 因为它涉及到一系列的系统研究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要分析全球化的文化基础 全球文化怎么来的 一定有基础的 全球化怎么来的 一定有文化这个维度 只有分析文化的基础 我们才可以探讨 文化全球化的条件 这个基础又分科学的 科技的条件和全球化的前提 这就需要着重去阐明一些 全球文化交流中 所需要遵守的基本规则问题 比如说文化之间应该怎么比较 文化与文化应该怎么才算尊重 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 怎么才能互动 全球文化又怎么才能够做到互相共享 所以我认为 只有在志愿比较和选择的基础上 全球文化的出现才是有益的和健康的 第三 我们还要探讨全球文化带来的机遇 我们要分析文化的多元化 全球文化与环境保护 全球文化与人类的身体的健康 教育的全球化 国际标准的采用 和世界优秀文化之间的互动等等 这些问题也是非常需要深入研究的 第四 我们要认真对待 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文化认同的问题 比如说 什么叫做文化认同感 怎样来理解文化认同感危机 是不是外国文化进来了 我们自己民族文化就会产生危机了 就会有一种文化认同 新的文化认同感危机就出现了 我们有分析这个问题的报告 我们有来自印度的研究报告 有来自英国的研究报告 有来自中国的研究报告 这些研究报告 可以视为全球文化对于世界各地的冲击 以及各地对于全球化文化的冲击 所给予的反应 这说明所谓的文化认同问题 只要处理得当 是可以解决的 全球化和各种民族文化的发展并不矛盾 相反 它们之间的正确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 全球文化的发展应该推动本国文化的发展 同样本国文化的发展 也会为全球文化发展提供基础 我们要考虑的第五个问题 这是一种对于历史概念的务用 务用的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用空间来代替时间 历史就是时间 横向网络就是空间 你怎么可以把空间来用来代替时间呢 这样的作法是既不符合实际 又完全否定了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 乃是一种不负责论的反历史主义的文化观 试问 如果离开了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 和它们所创建的优秀的文化 那么哪里还会有所谓的全球文化 通过这样一个争论 我们想探讨的是全球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的真正的良性的互动 特别是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 以及全球化如何导致民族文化的提升的问题 我们认为全球化不是全球文化的单一化 而是世界文化的极大的丰富和一种多元化的发展 全球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目的在于 世界优秀文化在整合的基础上 来获得一种现代的文化秩序 并以此来获得全球和谐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全球化的发展才是有益的健康的正面的 以至于会对当今的世界发展 产生很多有益的实质性的影响 这样呢我们就要来深入探讨全球文化和全球和谐的问题 当我展开这个问题的探讨时 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雷校区 我在那里做访问学者 我在那里呢 我住的是一个 加州大学伯克雷分校的国际部的宿舍里 却能够通过网络的 互联网络 传声机 电话 那么指导我在北京大学的其名研究生 包括审阅他们的博士论文出稿 学校的不远处 就是加利福尼亚湾区 处理着的修建造 修造桥 桥梁用的巨型的塔 塔吊 启中机 那却是从中国进口的 我们开门望去 银行的取款机里面 有着很完备的中文系统 使我可以像在北京一样 根据中文的提示 来除须 或者从银行里提取存款 只要打开电视机 不仅可以在加州大学看到 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的 全套节目 还可以看到美国旧金山的 全文中文节目 包括还能看到 中国的电视剧李威当官 在加州 我着重研究的是 加利福尼亚大学 关于历史高等教育管理的模式 当时兴趣正浓 时有发现 因而呢 深切地感到 加州大学文科管理的许多经验 对中国大学历史系的改革 也同样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我们跑到一个加州大学各地 到处看到很多亚裔学生 很多亚洲学生 使得我们完全可以 通过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 来进行深层次的思想学术交流 所以我们每天啊 生活中遇到的都是 那么一些生活小事 传递给我们一个全球化文 全球化时期已经到来的重要信息 那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的思想的 物质的学术的社会的 而文化上的变化 留给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那么我们这么看来啊 在我们上面提出的三个问题的基础上 我还应该明知的填上第四个 上面有哪三个重要的问题呢 上面一个就是三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还应该明天提到第四个问题 这第四个问题就是 全球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 我们能表明这样的观点 全球化是在各个民族 各种民族文化的互相依赖 和互相发展的一种结果 因此在全球文化的时代里 文化的发展将不再只是地区范围内 自我文化的一种简单的一种叠加 那么我们说那个全球文化也好 说我们说世界文化时也好 实际上我们就处在一种 全球文明的这样一个时期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讲课 我用的是中文 但我穿的是西装 我们在这里讲课 是在中国 但是我讲的是西方文化时 我们已经自觉地 不自觉地 把自己置身于一个 全球文化的 现实的环境之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作为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应该是很幸福的 但是正因为这样 我们研究世界文化时 我们研究全球化的问题 我们研究各个国家 国民性的问题 我们研究怎么做到 民主与民主 国家与国家 世界与世界之间 实行双赢的问题 这样的一种问题 就是摆在我们每个文化学者面前的 必须回答的问题 也是我们来这里 讲授一个世界文化史 西方文化史 这样一个课的 一个根本性的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